2014年8月的一天 福建沙县定光禅院突然来了108号人 他们可不是来拜佛的 而是来集体出家的 无论你是教授 企业家 熊孩子 还是卷毛老外 都通通用剃刀一刮 散尽三千烦恼丝 边上坐着几个小孩 一开始乐呵呵的还以为参加夏令营 结果直接剃了发 出了家 回得肠子都清了 出入寺院有严格的审批 就连胸前佛珠的挂法 都得安排得规规矩矩 众人换上深色的僧袍 却参加受杀迷戒仪式 法师给新来的杀迷和杀迷你 传授应该持守的戒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饮酒等等 并且还会逐个发放念珠 一身行透倒还像模像样 仪式结束以后 众人便和寺院内的法师一样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拿上农具就去到山头除草 日落西山 众人聚在禅房打坐 最要紧的就是坐自要端正 刚才教大家的两个手指 抵起来 之后 再把这个右腿再扳上来 一旦坐得不合规范 或者是睡着了 就会被法师用香板折打 这一想板下去 把你骨头打碎都不能怪我们的 因为这就是禅堂里面的规矩 另外开始打坐以后 禅堂的门不会轻易打开的 如果有人突然在禅堂里面离世 会直接把尸体放到长长的禅凳里面 只有打完坐以后才能被抬出去 众人一听 心里直发出 赶忙盘坐好 打坐的时候 从一数到十 再倒过来 从十数到一 数一个数 呼吸一次 如此反复进行修炼 打坐结束以后 众人拖着麻掉的腿回到房间 顿时闹腾了起来 但语言不通的老外 还坐在一旁交流 体验的第二天 众人在五点的钟声里 起来行早课 有人昏昏欲睡 有人干劲十足 但这个外国小哥是听也听不懂 看也看不懂 认真听讲的慧蓝居士 他对于物质世界已经有了自我的领悟 那真正对我们明白佛陀教育的人 觉得这些是种过往阴云啊 佛云啊 没什么好 觉得稀罕的 去享受的 我觉得 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东西 前头在行早课 后进的厨房也不闲着 同样也是仪式感十足 做完饭 发完愿以后 才会将饭菜送去沙民面前 反后一群人又开始干活了 脱地 扫地 砍树 拔草 松土 劈柴 事后又去听四里和尚说法 只见学衡法师手持麦克风 端坐在上座 口若悬河 而下面的小和尚 已经头趴在胳膊上 打起了瞌睡 不过休息的时间一到 他就又活了过来 在同伴的钢琴声中 自顾自地练习起打坐 不过也是三分钟热度 撑不了太久 就躺下了 第三天早课 孩子们敲着沐鱼 在走廊行走 嘴里一遍又一遍地 念着南无阿弥陀佛 知道天亮 然后去听住持讲法 有的沙秘尼听得很认真 甚至还做起了笔记 不过小和尚 还是谜谜登登的 众人已经熟悉 每天的流程 所以做起事来 算是得心应手 有条不紊的去拔草洗碗 不过今天多了一项安排 大拳 今天教习众人 是佛山七分之中 成人一线的永春拳教练 让众人去掉手表以后 教练就开始指导众人 开马 出拳 防守 之前有些迷茫的梁老外 一想到要学功夫 就来了精神 对着教练一拳拳地练习着 这个出家老外 对功夫可谓是痴迷至极 恐怕他来出家的真实原因 正是想学习中国武术 他自己也是乐在其中 光学永春还不得接 学习一会儿以后 众人摆好架势 又练起了太极 到了第五天 众人心态都有了些许变化 有些人已经不愿意离开 想皈依佛门 而不懂事的孩子们 仍然是懒懒散散 没心没肺 第六天晚上 众人聚在一起 只为做一件大事 他们将各类糖果零食 用胶布缠出形状 这是在为明天的鱼篮盆 准备供佛用的摆台 终于到了鱼篮盆供这天 也是一周出家体验到妻的日子 众人厉恋虔诚的烧香拜佛 仪式结束以后 纷纷诉说起一周的感悟 你要重新地回到了 仕途的生活 陈氏纷纷扰扰 通过体验出家 来达到静心的目的 有时间 不妨去试一试